來 施銘 我呢 就是其實看我也知道 應該我幾乎來這邊錄影 十次裡有九次都是穿褲裝 然後其實我也一直 這些年來都一直就是走one tone 所以就是今天的主題 那不管是春夏秋冬 我都喜歡買那種 一件式的連身褲 或者連身裙 長裙 那或者是如果本來就是有些品牌 一些快時尚品牌 它會做上下就是一整套 同樣質料 同樣顏色的 我就會都買 因為我覺得這種搭配性很強 對 像這種連身褲米色的 我又覺得就是 就是有一點回暖的感覺 然後又有一點春天比較亮 那之前秋冬 可能就是比較駝色 大地色系 然後在一樣都是在可能髮帶 或者是鞋子上就是 稍微不一樣 就是有一點造型感 那甚至像這種這一整套白色 我就會覺得 只是一個白上衣 那我就去再買了一個白色的帽子 就是覺得 好像從頭到腳 都有一個很 就是很像下雪那種冬天的感覺 對 像我今天自己穿來的 就是我自己今年我覺得流行 這種有點比較青草綠 然後薰衣草紫 像我剛剛還問他是 套在哪裡買 他的頭髮也好高 就是很亮 對 就是我很喜歡這種 就是有點粉粉的顏色這樣子 所以我就是 就是一直都是喜歡 這樣一整套的感覺 大家一直都在想說 到底是下載什麼軟體 可以拍得這麼好 對 超級版的 超級版的 這個照片真的超好看的 因為我覺得 施敏她本身 角度而已 本身不怎麼樣 她的照片很好 不是 本身滿有歐美的那種感覺 歐美模特兒的感覺 因為我自己喜歡的 也都是歐美的打扮 因為它裡面的照片 有搭帽子 然後就整個是 整體是一字形 但我覺得今天好像 就是頭那個部分 就感覺有一點少了什麼東西 因為我現在就是 瀏海就是拿下來 對 很尷尬 它就是一個要長不長 要短不短 然後平常就是也只能 夾子夾起來 就是去運動 教課 就是還比較方便 那如果真的 我是為了要拍照的話 我就會用很多髮飾 可是你來上節目 我頭就亂夾 因為今天就想說 這一套好像這幾個髮帶 沒有可以找到很搭的 然後就 如果搭個綠色的也算了 綠色的頭套 就很難 就不想被獎戴綠帽之類 綠色無所謂 綠色髮帶 綠色髮帶或一些髮夾 髮飾 其實有一點點綠色 綠色調的元素 其實都可以拿 不然其實有說 你下面是彎痛 很有態度 可是頭上 就少那個 就少一點的 對 變成頭上面有重點 沒有做完 好 那就先交給你處理一下 好的 來 好的 我想跟大家講 其實在彎痛上 你可以在頭髮上 我覺得應該要找一個重點 就如果你要做髮飾的話 你想要帶髮飾 那髮飾上的顏色 可以去從我們身上的 好像說帶白或是帶綠 這種粉霧色調的色系 去找出一個顏色 然後去配我們的髮飾 像今天我有帶來一些是 比較像春夏會流行 更有一點點粉霧色調的綠 其實像絲敏這樣子的一個套裝 其實我們強調要有態度 可是頭上的飾品 其實可以讓它有一點點 充補感 比方說我們可以夾一點點的 這種類似可愛風 像今年春夏比較流行的 它一點點綠色的色調都OK 都可以做搭配 隨人找 對 或者是說 像這種可愛的夾子 它的重點 它就是在一個夾子上面 可是它有一點點綠色的元素在 在我們髮型還沒用的時候 先稍微夾一點點 然後可能等一下頭上做一點彎度 整體就會滿協調的 或者是整個綠色看起來 比較素一點點 有時候我們也可以搭配鑽類的 像珍珠因為它不會退流行 再來今年的珍珠跟今年的鑽 都是做比較排列式的 你可以做兩三個去做搭配 在瀏海的話你就可以 你說插好幾個這樣才好 對 然後可能插了部位 因為可能像我們去年跟前年 都是一定是側邊 然後比較斜 其實今年可以慢慢往頭頂上走 有時候數量就可以搭不止一個 比方說好 我們先做一個側邊的 我再換另外一邊 這樣就好看了 一看就是千金小姐公主 而且今年的很多 它非常有勾住頭髮 對 牌夾 所以兩側直接比方說好 這樣夾完之後勾個後 然後我們就可以再拉一點點的 把吃出來 整體再夾一點弧度就會非常好看 或者是如果大家真的 有買到髮袋的話 沒有 髮袋 這種面積比較大的 對 寬的 這麼寬 對 挑越寬得越好 其實這種綠隨便一搭一袋 就算是直髮 好看 真的好看 好適合你 就變成說你看它的層次是粉綠 然後有點金蔥綠 然後加鞋子的亮綠色 就不會覺得好像綠色很衝 感覺要找你帥個塔羅牌 對 而且是 有水晶筆在前面 沒有 因為你應該講 對 因為有時候我們戴這種髮袋 這邊是直順的 會看起來真的像蒜塔羅牌 或秘密老師 對 所以等一下教大家 如何加一點捲度 在隨性的髮袋上面可以做協調 明白 其實因為我們重點 只是擺在瀏海的地方 要有頭髮上一個重點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你就更明確的知道說 我大概要夾哪裡 對 一開始我們先做瀏海的部分 那瀏海的地方 我們就是要做彎度跟膨 所以大家的板夾就是往內 就是壓頭朝上 對 輕輕的往上戴 什麼都不要抹 都不用抹 在髮中的地方 對 吹乾之後就直接戴 然後側邊的地方 都是抓一小撮 對 直接抓額頭前面 然後板夾往前戴 大家記得下電棒的地方 都要靠近髮根 一定是在髮根 對 然後輕輕的 在髮中的地方戴一下 因為它現在要緊 也不是 不檢也不是 對 尷尬其實最 尷尬其實是最漂亮的時候 對 他也會看起來最自然不刻意的感覺 好 再來這種邊邊的髮絲 我們比較小 也是往內嗎 對 這邊都是往內輕輕的 而且病毛的地方 就是稍微戴一下就好了 我們只是要一點點線條 這樣就很好看 對 稍微就好 其實上來換另外一邊 可是老師你這樣要捲不捲的 真的 我們出個門等個紅綠燈 風一吹它就直了 可是 經歷姐你知道嗎 像這種彎度 就是很多人中午早上夾完之後 它有時候掉到晚上 它的弧度就是會降下來 可是它一樣在臉部周圍會有彎度 對 因為真的 今年強調的彎度不能那麼捲 在流海的地方 對 所以就稍微讓它有線條 就算它掉下來了 還是有個彎度 對 它都不會是完全的直的 看吃什麼 所以如果你吃燒烤的話 可能就直好了 麻辣鍋瞬間就直了 真的 然後後面的話 我們就是可以先 左右先把它分出來 兩區出來 因為我們剛剛這邊往內 如果整個都往內的話 看起來又跟衣服不太協調 因為它太制式了 對 所以在髮尾的地方 我就建議大家可以 我們的方向往後走 對 好 就只是一個彎度 對 我們就是讓它頭髮有柔和的感覺 只是像失敏這種長度 甚至再長一點 大家自己夾內或外 其實都非常好操作 把它拉來前面就可以了 你這樣好像阿兜啊 對 很異國風情 這好像小時候看那個什麼 小甜甜的那個 莎拉公主 對 小甜甜 它就是會這種 安公寧 夢幻的感覺 夢幻 因為它比較是 那個卷 那種 像一個 波紋卷的感覺 對 可是這個又不是 因為我們的紋理比較大 對 然後它的走向是比較寬 所以它就不會像那種 前年的那種就是很巧的復古捲 戴髮袋的時候 覆蓋頭髮上面的這兩條 一定要夾過 就是這一區 看這邊是直的 我們這邊有弧度 所以這一區覆蓋頭髮的 後面 髮袋的這一區 一定要單獨的夾起來 然後我們就一樣往後戴 然後大家看一下這兩戳 夾完起來 光度就會有差 就會覺得 對 我們的髮袋是陷到我們頭髮裡面 然後往上抽一點點 漂亮 超美的 然後就會呼應我們的 就是套裝的感覺 看起來有態度 可是又不會到太刻意 這邊的頭髮很容易眨眼 然後我就建議大家可以抹一點點蠟 也是要很輕很輕的蠟 眼目的是要讓我們上 有一點點光澤在 太重了它就真的會戳眨 對 很輕的都可以的 就發現它是不是有乾眼症 一直眨眼睛 一直眨眼 那你這樣子像後面的頭髮 你夾完電棒 你都不太需要去把它剝開 可是這樣整體就會覺得 你頭髮跟我們的 整體傳達one tone的感覺 就有符合 好美喔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帥氣低度的套裝 當然要有適合的髮型來搭配 有如洋娃娃般的可愛捲髮 搭配流行的綠色髮帶 整個大加分 是不是時尚效力又有型啊 這樣子 也請就等會 很多人 我也是 漂亮的 會超過akukan 和 tienes 為什麼 美人 你的 逸張 你 有